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我終於回來啦 那我剛剛呢 就是從倫敦還有巴黎回來 一共去了大概8天左右 那倫敦跟巴黎買什麼 最划算的 當然就是他們的那些名牌 包包啊鞋子啊那些 所以接下來我分享的東西呢 絕對不是炫富 現在馬上來開始分享我的戰利品 那首先呢先講一下 因為我第一站是先去倫敦 那我就先講一下倫敦我買了什麼東西 好啦 首先呢 就是在這一家店買了兩件衣服 只有兩件嗎 嗯 然後我不知道怎麼唸 然後我就把名字寫在這一邊 然後買的這一個就是銀色長袖的 然後它的袖子這邊呢 就有一點那種公主袖的感覺 就是拿來內打啊 然後再穿一個外套就很酷很有鞋 然後它會有一點透 所以裡面一定要打底喔 然後這裡所有的價錢牌呢 我都還沒有拆掉喔 這個是18英磅 然後你們自己去convert 因為 對我也不知道 每一次都會遇到不一樣 所以你們就自己大概 去convert一下這個馬幣大概是多少 然後第二件呢 就是這個皮裙 這個皮裙我超喜歡 它不是皮的短裙呢 它是延伸的 ok 這樣子 這也是它的 零 然後它是一個皮裙 然後中間還有一個綁腰的腰帶 這很好看 而且它不會太熱 我有試穿過 它就是很薄的 就不一定是需要冷天穿 可能在馬來西亞啊 然後我出event的時候呢 都可以穿這個 然後這一家店呢 馬來西亞有 就是beshka 然後買的就是一個皮的短裙 超酷 超好看的 然後它是 也是一樣18英磅 然後它就是 好看 很白很純白 然後就有一個腰帶 還有旁邊有兩個小的拉鍊 做一些造型 然後另外呢 就是兩個長褲 這個呢 就是牛仔褲 然後這個牛仔褲 就是現在非常流行的 那種旁邊有 這邊有一個pocket 然後這邊有一個pocket 然後另外我喜歡它的 另外一個地方呢 就是它的這個褲腳 是這種塑褲 應該是這樣講的 然後它旁邊還有一個detail 就是這個塑褲旁邊 還有一個小拉鍊 這個價錢是26英磅 我發現有買很多皮的東西 皮脂的褲子 然後這個跟其他皮脂褲子不一樣的呢 就是它沒有這麼的單調 因為它這邊有一些 鐵珠的一些設計 這兩個口袋 然後這邊也是有一些鐵珠的設計 然後它還有附送一個腰帶 然後它的價錢呢 就是30英磅 然後在倫敦還有買另外一件衣服 這個超級超級喜歡 然後這個是它們的 NEW COLLECTION 就是KENZO的一個長袖衣服 這個超好看的 然後呢 這是非常喜歡它的這個顏色的這個設計 就是很漸層很多遍 然後這個價錢呢 就稍微比較貴一點啦 205英磅 然後呢 在JD SPORT也有買了這一個 SDNY的一個 也是長袖衣服 然後它比較特別的設計就是 有加了這一種 螢光顏色的 邊邊 然後螢光顏色的那個字在這裡 就是現在非常流行的螢光色 這個價錢呢是32英磅 然後同樣在JD SPORT呢 我也是有買了另外一頂 NEW ERA的帽子 粉紅色的 然後我忘記帶過來拍 對 然後把照片放在這裡 接下來呢 就是鞋子 我有買到一雙鞋子 就是這一雙 CONVERSE的鞋子 它是跟這個 Anderson聯名出的這個鞋子 登登 好 先把這雙起來 這雙鞋子是長這樣的 這個 你以為只有黃色對不對 有白色的鞋帶 然後這一面是紅色 轉過來另外一面是黃色 然後中間的這個細節呢 是藍色 對 這個鞋子呢 就我第一眼看到的時候 我就OK 一定要買它 而且價錢也不會到太貴 它的價錢 我沒有記錯的話 應該是馬幣500多 還是400多 好的 那我在倫敦買的東西 應該就只有這樣子吧 買比較多東西是在巴黎那邊 也是可以說一下這個衣服類 然後這個呢 就是卡通的一個潮牌 叫做Rib&D 然後一直有的 我follow他們的Instagram 然後就買了他們最basic的這個T-shirt 這個長得像貓咪 然後這裡中間有一個口袋 然後這個口袋你翻下來呢 就會有驚喜出現 就是這個貓咪在比一個種子 然後價錢也不便宜哦 這個T-shirt要40EUR 然後還有買了他們家的襪子 這個襪子粉紅色的超可看的 對 然後它的這個襪子呢 就是有一個愛心的 然後還有他們的品牌 用粉紅色製的Rib&D 然後這個是20EUR 然後呢就買了一副墨鏡 Gentle Monster的墨鏡 然後這個墨鏡是韓國的品牌 然後也是很意外有在巴黎那邊看到啦 戴上去就有Superstar的感覺 有嗎有嗎 然後對 這個墨鏡要190EUR 墨鏡的包裝也非常的漂亮 然後還有買了一個 Longchen的包包 對 這個包包其實是我在倫敦買的 然後剛剛露了講 因為我就缺了一個容量非常非常大的一個包包 因為之前他們都是Plan的 就只有顏色選擇 然後這次呢就出了這個 感覺比較潮的一個花紋的包包 然後旁邊呢也是做了一個 螢光色的這個顏色設計 然後它的容量就是超級大 慘了我忘記這個價錢 好的接下來呢就是進到了Adidas 對Adidas呢就看到了非常多很好看的衣服 然後我不知道馬來西亞是還沒有了 還是馬來西亞就不會賣這些款式 我就看到非常的特別非常的好看 好就買了他們的這一個長褲 然後它有印一些Adidas的紋在這裡 搭它的這個外套一起穿 然後這也是它的外套 然後後面呢就有寫Adidas look 然後第三件在Adidas買的就是這個長袖衣服 然後它是粉紫色的超可愛 超好看 然後我另外一個喜歡它的原因呢就是它的袖子這一邊 是不是很好看 然後它的這個 是有做這個毛毛的設計的 整個就是穿上去變青春少女的感覺 這是75EUR 也是長袖的衣服 然後中間也是寫著大大哥的Adidas 本來西亞很少看到這種衣服啊 就是很多配色加在一起的 然後這個價錢就是109EUR 好的接下來先講我買的新錢包 就是Gucci的非常漂亮的盒子 一打開就是我的錢包了 我會選它的原因是 因為它跟我現在的那個錢包的size是一樣的 因為我就已經用慣了這個size 比較用不慣那種長型的 然後我就選了他們這個classic的款式 而且這個款式有一個好處呢 就是它骯髒了也看不太出來它骯髒 因為它本身就有一點髒髒的感覺 對然後它裡面呢 就是可以放到一些卡片 這個拉鍊裡面呢也可以放些shilling 然後cash呢就可以放在這邊 雖然它的放卡的數量不是很多 可是對我來講都是夠用的 然後放cash這邊也是啦 可以放的很厚喔 然後shilling我也是不怎麼存shilling 所以它這個容量我也是覺得ok 然後這個錢包就是一看了就覺得蠻符合我的要求的 耶我快講完了 接下來呢就是在Booberry買了兩個包包 喔這是背包 這個背包呢它那個櫃台小姐姐說 也是他們的新款式 對然後它的容量很大 可以裝完我整個包包的東西 它前面這邊還可以放東西 然後這裡呢也是可以放一些shilling啊 還是口紅啊之類的 這裡也是有一個 所以呢它整個實用感覺我覺得是買得過的 對它背起來呢不會長太小 就是還蠻casual還蠻好看的 好接下來另外一個Booberry的包包 然後它這個也算是Booberry的新款式 登登 對因為Booberry很少會出這種這麼fashion的設計 然後前面就是一個TB的一個logo 鏈子是金色的 它有兩個選擇 一個是銀色的鏈子 一個是金色的鏈子 然後我就選了金色 就背上去compact起來呢 我覺得金色比較好看 對然後後面也是這樣子啦 是一個很簡單很好看的設計 然後它是用leather的 裡面也是 我覺得比較不適合我今天的穿搭 因為我的衣服已經很花了 然後這個又很花 可是它整體來講是很好看的 好接下來呢就是這個Fendi 這個Fendi呢就是買給Key in的一個手信 一個禮物這樣子啦 放鳴片的鳴片卡包 然後這個卡包顏色呢就是又做了黑色黃色跟紅色的這個設計 然後我就覺得蠻適合Key in的 然後我就覺得蠻適合Key in的 就是有一點帥帥酷酷的感覺 OK 然後我在LV呢沒有買包包 買的是鞋子跟一個腰帶 先開腰帶給大家看吧 腰帶我選的呢就是他們的那種基本的款式 因為去年我買一個Gucci的 然後很常帶已經帶到有一點 嗯 然後就買一個LV的吧 然後它的這個頭呢是這樣子 金色的 然後它的這個belt是這樣 你可以選擇就是這個他們的LV Logo這一面來帶 或者是你可以選擇黑色的 然後只要把這個頭呢換一換呢 你就可以兩面都可以帶 然後我是覺得一個價錢 然後好像有兩個LV Belt這樣的感覺我覺得還不錯 好啦來到了最後一樣的戰利品 就是LV的鞋子 噔噔噔噔 它是一個全白的鞋子 然後它的細節部位呢就是它這邊有一個LV Code 就是一個很簡單 很百搭的鞋子 然後它的細節呢都在旁邊這一邊 就是如果你們買鞋子 Budget沒有這麼高的話 可能可以選這一雙鞋子 因為我覺得還蠻百搭的 好啦你們想看的 所有倫敦巴黎購物的戰利品呢 全部都在這裡啦 對了然後這一次呢 去這個倫敦巴黎我有拍Vlog 然後大家就敬請期待一下 好啦那我今天的今天分享呢就到這裡啦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記得分享訂閱還有按讚 我們下一集Vlog見 掰掰